大家好,我是流浪降手 这次还是说流浪 与美国来说流浪当然就是买车加上开车闲逛 领导最近经手买了几辆车 家里人都开上了四轮驱动 基础大号以后四里成章 领导最后又给自己定下了象征地位的目标 就是Nissan Pathfinder太路者 领导不知道哪里来的印象 就是为了保证下雪天顺利安全出行 一定要开四轮驱动的越野车 所以看到大号的SU微距心动 枪手一直清醒 觉得这个钱买mini1更实用 所以赶在领导决定之前 跑了一趟本田的dealer 就是4S店 本意是让领导看纵奥德赛 没想到销售人员看出了领导的意图加班加点 硬是卖给领导一辆pilot 领导员 枪手把它翻译成先行者 虽然已经是年底了 但是这辆本年度的车却是刚刚到货 仪表盘上的里程数竟然是5英里 几乎比美上次家里订购的那台斯巴鲁的奥虎 明知道这意味着这辆车并没有好好的测试过 心里还是有些得意高兴 毕竟是不择不扣的新车 车门当然是感应开启 但是这里多了一个锁车的小按钮 枪手习惯于放在稍远位置上的另外一个感应开关 不过这样的设计倒是保证了不会出错 其实这款车还有一个自动锁车功能 驾驶员关好车门后可以自行走开 没几步就会听到锁车的声音 枪手经历过许多车 但是都是日常交通工具 所以没有什么专家的意见 从普通使用者的角度来看 说句大白话 就是这算是一辆大车 虽然外形体积介于常见的SUV和mini One之间 但是开起来绝对是所谓大车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稳重 虽然担心油耗 但是气场失足 底盘高不在话下 驾驶员的座椅还可以上下调 里边的空间足够 与枪手经历过这么多车来说 唯有那辆令人心酸难忘的 Dodge Grand Caravan曾经留下过类似的体验和印象 刚刚说车大说的是整体 作为SUV 驾驶和副驾驶的空间更是宽裕 枪手再胖几圈也没有问题 驾驶员的位置可以有10种调节设定 说实话枪手是觉得越简单越好 尤其是别人开过之后 重新调整的话 当然是越简单越快 不过本田倒是很贴心 座椅有机翼设定 两个人轮轮开车的话可以一键切换 枪手非常喜欢 其实座椅还有一个白谱的设计 就是上下车之前 座椅可以自动后移 坐好之后再调整到开车位置 枪手虽然胖 但是绝不承认 所以马上关闭了这个功能 因为车身比较宽 正副驾驶的位置都有单侧扶手 显得气派十足 中间的cancel box杂物箱 也是大气宽敞 上盖是滑动设计 平时的时候可以直接在上面摆一些常用的东西 里面显得很深 也相对简单 还有一个小滑板 可以放一些小物件 前面的控制屏并不是很显眼 与其他的新车来比较的话 可以说是有点寒酸 但是枪手确实非常喜欢 因为好些控制 如通气 风扇 温控 除霜等等 最好保持常规那样 通过旋钮或者按钮 直接摸索操控 如果是通过储摸屏的话 操作的时候一定要眼睛看着才行 开车的时候调节很不方便 还有一个喜欢的地方就是这辆车没有配置华尔布什的车载导航 因为所有的车都配置了手机连接 所以费用昂贵而且不实用的车载导航早就应该退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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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好 好 好 ね ó 驾驶员前面的仪表盘 简洁明了 但是与实际的常规设计有很大不同 大多数厂家为了照顾大众的习惯 都沿用了仪表圆盘形式显示车速和发动机转速 但是眼前的数码方式显然是更加简单 唯一不爽的就是没有最高速度的数值做参照 这里有个不爽的地方就是这个显示包括了一个小菜单 可以通过方向盘上的按钮控制 只不过这些并不是经常变动的功能参数 不需要在开车中间调整 所以完全可以放在LCD主屏上面 这个位置在控制音响的时候非常有用 显示歌曲信息 但是时间很短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车速较高时 这个地方可以显示车道偏离 但是车速较低时则没有这个功能 另外控制的功能变换的时候在这里面也有短暂的显示 除此之外信息显示过后就会回到菜单 一路开车看着同样的菜单的恐怕是很不爽 当然还有另外的选择就是关闭 结果就是仪表盘出现大片的漆黑 仪表盘的左右两边保留了模拟的仪表盘 左边是发动机的温度 这个合情合理 右边本应该显示车速或者是发动机钻数 但是却用来显示油量 这么大的位置好像有些夸张 好像是在饭店吃饭或者是逛商场 但是要被人不断的提醒钱包余额 肯定心里不舒畅 方向盘下面还是有枪手不喜欢的掰片便当 不过体积不大可以当做没有 在斯巴鲁的车上这种掰片便当非常普遍 好像是要专门取悦年轻人 其实枪手最不满意的或者说心目中最大的设计曲线 是这个键盘化的控制器 习惯上应该有个挡杆 探手就能摸到 什么前进倒退趴车 凭感觉就能操作 而眼前的控制器改成了键盘的形式 需要动作幅度大不说 如果手臂稍短的话 都有些费劲 操作的时候还需要眼睛看着才放心 显然需要较长的时间去适应 先行者Pilot是本田系列中最大的SUV 所以加了第三排座椅 但是大家心知肚明 第三排座椅本身就不适合SUV 所以只能说是行事主义 如果是坐在第二排 可以调节温度进气 面对的也是真皮装饰 阔气的储物带 还有个方便贴心的地方发手机 相比之下第三排就透着起始 首先进入第三排的位置 就需要相当的委屈 坐下后也是有些憋屈 座椅也是真皮 但是眼前面对的第二排座椅背面 就是没有任何装饰的毛皮 所以说第三排座椅 虽然占了很大的储物空间 但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车的后门可以感应开启 把脚一伸就好像有气功一样的 就能把这个后门给踢开 看到这里地方并不是很富裕 这辆车号称可以容纳八位乘客 但是坐满之后 后边的空间也就是非常有限 如果不出枪手所料 大家都把第三排座椅放平的话 倒可以放好几个行李箱 如果再把第二排座椅放平的话 空间更大 简直就可以兼职一个霍拉拉 说到真皮座椅 就是收钱的一个理由 这辆车的Trim Level是EXL 就是最基本的配置 加上了天窗和皮座椅 天窗有没有无所谓 但是皮座椅确实显得比较整齐 说到驾驶的体验 又回到了刚刚说过的观点 枪手还是觉得在城里 真的没有必要开SUV 根本不能发挥特长和优点 回头再看这类车的广告 无一不是在崎岖的山路 就是说设计的初衷就不是为了走正道 但如果抛开对道路的要求 正常情况下的逛街买菜上下班 任何车都可以轻松上任 简单来说这辆车的驾驶体验 就是开起来有点气势汹汹 小气一点的说如果汽油价格能降下来的话 开这辆车肯定是得意洋洋 总之像枪手这样的人来开 觉得似乎是有些笨重 反倒不如小车那样开起来轻松 对于驾驶的控制 本田并没有加上什么 加油转速灵敏度组合不同的花样 但是使用了更加通俗的路况选项 分别有下雪泥泞沙地等等 还有这个一抗枪手姑且称之为环保选项 据说可以节约汽油 枪手倒是体验了一下 明显感觉车子的加速太过迟钝 甚至有点感觉是力不充心 所以枪手觉得这个功能选项最好的用场是等到枪手再老去十几二十岁 搬去一个地广人稀的老年社区 也许会有实际的意义 还有一些相当于标准化的功能 比如说巡航中的自动保持车距 车道偏离 道路偏离等等 也没有办法一一体验 希望没有骗人 只有这个车道偏离 试了两三次 其反馈是在这个控制屏上面的画面显示 还有方向盘的抖动 但是没有声音 总的印象 这辆车没有在显示屏幕上花什么功夫 中间控制屏幕的大小也很有分寸 更加注重使用 这种简洁当然不会取悦年轻人 尤其是方向盘前面的显示屏 几乎可以说是枯燥无味 但也确实避免了注意力的分散 更节约了成本 车子加上了遥控启动功能 但也仅限于遥控器的信号范围内 作为对比 枪手上次介绍的斯巴鲁奥湖 配备了卫星通信功能 可以从手机上在世界任何位置锁定汽车位置 肯定好玩 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有机会去使用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Meo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